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之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今天要先来讨论一下整个全球贸易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也会延续上礼拜我们讲到缺带的问题 其实最后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新闻出来 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 首先我们上礼拜其实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分享的有关缺带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政府要去进口这个鸡蛋 来解决这个缺带的问题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这个鸡蛋产量不足 让民众有缺带预期的话 那民众就会想要多买蛋 因为预期蛋价可能会上涨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蛋商知道蛋价有可能会上涨 他也会有诱因去囤蛋 所以一方面需求因为预期心理而增加 攻击因为预期心理而减少 所以缺带的问题就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大概就是从 降低民众的预期心理 你绝对不可能叫民众不要吃蛋 那降低民众预期心理 让民众相信不会缺带 二方面要让这些也有囤蛋可能的一些厂商 让他们知道政府一定会进口蛋 那所以呢这样子才可以让这些厂商不再预期 蛋价会上涨 进而减少囤蛋的诱因 那所以才会衍生出所谓的进口鸡蛋的问题 所以进口鸡蛋从学理上来讲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进口的量是不是5000万颗 或50万颗或1000万颗是够的 那这个当然如果听5000万颗可能很多 但是如果他只是台湾两天的库存量 其实也不是太大 那这5000万颗最后过期了 可不可以算为浪费 那其实还是要试 如果你从会计上来讲的话 当然5000万颗就变成浪费不见 那事实上如果你要从会计成本的角度 不用到5000万颗 5颗就是浪费 可是如果你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要进口够多的鸡蛋 才可以让厂商相信政府会进口鸡蛋 来让蛋价稳定消除囤蛋的诱因 让民众相信政府进口这么多的鸡蛋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买不到蛋 所以问题不在这些鸡蛋到底有没有把它用掉 问题在于说 进口这些鸡蛋的成本之后 它有没有真的达到稳定蛋价 消除民众这个预期心理 或缓解民众预期心理 对于缺蛋所产生的影响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从经济的角度 而不是从纯粹会计成本的角度来看 跟从纯粹会计成本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有年轻人 我们考上大学不想要待在家里 那你在算你不待在家里 那你可能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那你花的成本是什么 得到好处当然除了说住在离学校近 可以节省交通成本以外 当然你还有可能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对你可能会比较有帮助 或者是你不住在宿舍 你想要一个人住在学校外面 不想要住在学校宿舍 可能是担心这个室友 跟你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而会影响你 那这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算在会计成本 看得见的成本 但是它会不会因为你没有住在宿舍 让你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让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好好的安静的念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在经济学里面 我们去谈 我做这件事情所额外得到的好处 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那今天要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 特别补充的就是 发生比较不好的事情 其实有一个这个粉砖 在这个台湾的新闻上提到自己 可能被恐吓因为蛋的问题 那最后呢 在昨天最新的消息是 这整件事情可能是这个粉砖的人 他自导自言的 那这样子也就会让人家 当然就会去怀疑他 他过去对于进口蛋的一些批评 是不是合理的 那这个也有讨论的空间 那我想我们只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先跟听众朋友 follow这个最新的一个议题 那让大家知道说 当然进口鸡蛋有其学理 但是有这样的学理 最后你是不是可以去这样做 就要看你做这件事情的好处跟坏处 要一起来评断 而不是只有看它的好处 不看坏处 任何事情你只看成本 不看收益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做 但是我想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商 或任何一个政府 他在执行政策的时候 是只看成本 而不看这个好处的 如果只看成本 而不看好处 好听叫做节省成本 叫做尊杰开支 那不好听 比较直白的就是不作为 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去想想看 你是希望一个有作为的政府 还是一个不作为的政府 那我们希望的是 应该是一个把事情越做越好的政府 好那我们看完这一个进口鸡蛋问题 对台湾蛋价影响 其实跟这个蛋也有一些关系的 就是在整个全球气候变迁的情况之下 我想许多的物价 它的上涨已经是大概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它会持续下去 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大概预期 鸡蛋的价格大概也不太可能 在短时间就可以下来 即便下来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那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成本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整个全球物价的一个上涨 自然就会对我们的一个经济 带来比较不好的影响 那我想根据这一个英国金融时报 比较新的一个报道 在这个荷兰的一个经济政策分析局里面呢 他们谈到全球贸易监控数据显示呢 那全球7月的贸易量比去年同期下滑大概3.2% 那这样的一个减幅大概是从2020年的8月以来最大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整个全球贸易量的萎缩 为什么会萎缩呢 其实这也跟我们上礼拜在谈的中国有很大的关系 全球贸易量的萎缩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整个物价上涨 对于消费所带来的一个伤害 那这个物价上涨对消费所带来的伤害 就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一直持续在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 只要物价上涨 那你必需品的支出就会增加 那就会排挤掉一些非必需品或耐久财的一个支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新的手机的预估量也好 或者是许多耐久财的预估量也好 其实都不是那么乐观 为什么 因为许多的需求 一来在过去疫情期间被满足了 比如说很多的消费性电子 二来有很多的产品因为物价的上涨 所以使得很多的消费者呢 他们就不在 这个因为物价上涨 所以他们对于许多产品就能延缓更换就延缓更换 除非你是必需品 除非你是一定要更换的耗材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自然就会使得整个需求会下滑 进而导致贸易量萎缩 那第二个其实蛮重要的 就是还是回到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移转 那全球供应链的移转 也导致整个成本大幅的上涨 这样成本的大幅的上涨 当然也就会导致物价会上涨 影响大家的这个购买诱因 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贸易量 这样子萎缩的情况之下 其实跟我们在一般 我们谈到这种经济学的学历 当你的物价上涨以后 对于整体经济的伤害 我想从全球贸易量萎缩 可以看的是最明显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 它不管是整个供应链的外移也好 以及中国面对整个全球需求下滑也好 其实都会反映在贸易量的问题 那只不过我们刚刚谈的是全球的贸易量 但是如果你细看到整个中国的一个 贸易量的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想中国的贸易量的萎缩幅度 也会是相当大的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来自于一方面 供应链移转导致的中国生产本身的减少 所以出口自然就会降低 二方面就是全球大家共通性的问题 因为物价的上涨导致需求的降低 两个一起加起来以后 自然就使得中国的出口 就表现的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预期 大家可以看到包含台湾政府在内 大家去谈所谓的景气核实复苏的时候 大概都是从第三季延后到第四季 甚至在延后到明年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全球贸易量萎缩 包含台湾在内我们许多东亚的出口国家 其实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伤害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贸易量呢 它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其实我想很多的厂商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但是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 大家几乎在近几年近十几年或二十年 已经很少再遇到这种连续的 这种物价的一个上涨 以及FED连续的一个升息 那所导致整个为了要控制这个通膨 不要快速的这个成长 所以FED快速的升级 想办法要去压抑这种通膨的成长 对整个需求的伤害 但是很显然的 即便FED现在的一个升息 以及全球主要国家 他们在货币政策 持续采取所谓的紧缩的态度 最后呢 目前整个需求呢 还是有受到整体物价的一个影响 所以需求能然是相对过去 是下滑许多 所以就会使得整个贸易量就会往下掉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 全球贸易量会往下掉的原因 其实跟经济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整体的一个中国 它的一个内需是不足的 那当中国这个原来可以创造 庞大市场就业或高薪就业的国家 它的经济持续的往下走 那当然也就会使得这些 中国国内的人民 即便中国有讯息封守 那我想很多的人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他们找工作可能变难了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原来在工作的厂商可能都外移了 或即便没有外移 但是产能也有可能下降了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自然而然就会使得中国境内的这些就业者 他们在消费上就会比较保留 就不敢大肆这样消费 不敢大肆消费的结果 当然就使得整个中国的需求 就会往下掉 那在过去大家都期待 中国不只是世界的工厂 而是可以变成世界的市场的当下 其实中国的经济往下掉 就直接冲击了全球的经济 以及全球的贸易量 我想这个是目前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 具有消费力的一个市场的情况之下 那中国在过去 大家期待他可以慢慢市场越来越大 突然之间中国的市场突然萎缩了 那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 像我们前几集节目讲的 表现也非常的不好 那整个通货紧缩的现象呢 其实目前看起来还是蛮严峻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自然而然就使得 整个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全球的贸易量呢 就也会往下掉 我想这些都是导致 整个全球贸易量会萎缩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至于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呢 我想目前大家都还是处于猜测 比较乐观的看法应该是 我想明年第一季如果可以回来 应该就已经算是相当不错 这个调整期也很长 我们不要忘了物价的一个上涨 从去年年初到今年 其实都还在涨 那涨幅只是缩小 但是整体的物价还是往上上涨 那这个其实真的对于经济内需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参与方之间 我们稍后回来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之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 有关于整体世界的贸易量 往下滑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 我想世界银行呢 他们也在最近公布了 2024年 他们对于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以及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成长 到底会怎么成长 那我想世界银行呢 他调降了2024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预测 而且他也对于这个东亚跟太平洋 这些开发中国家 开始有一些呼吁 认为他们有可能会经历 比较低度成长的一个情况 那市银目前呢 他们在谈到整个2024年的 这个经济成长率的时候 他是认为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会有这个4.4% 那原来他在4月的时候 是预估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可能会到4.8% 那在最新的预测是调降了0.4% 那今年的话 他们是预测大概有5.1% 当然一个国家 随着他经济量体变大 他整个经济成长率的一个幅度 当然也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高 我想这个是数学问题 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 但是对于整体中国的一个经济 持续的往下掉 其实他就会使得 过去跟中国往来密切的 包含东南亚的国家 包含日本韩国 甚至是我们台湾 当然整体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这样的一个影响 不能说中国的经济变差 台湾也不用太开心 那我觉得有一些 这个过度评论的这个论点呢 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在全球化的年代 或在世界贸易 越来越畅行的年代 各国之间彼此之间 他的贸易量本来就 有可能会持续的增加 特别是收入所得比较高的国家 因此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 受到影响 那跟他贸易往来的国家 他的贸易数字 自然就会表现得比较不理想 这是尝试 这个应该不太需要 过多的一个文字的说明 那只不过我们要担心的是 当中国的一个经济这样往下修 也会使得原来过去 依赖中国出口市场的 这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他们的一个出口 一定也会往下掉 当他们的出口往下掉的时候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过去大家都认为中国是 比如说RCEP的一个老大 所以许多人会认为说 中国可以去主导RCEP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在降低的时候 它要去继续影响 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个筹码 自然也就会降低 那到底整个经济的成长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 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的 这种欧盟的碳边境的 这种调整机制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过去没有发生 但是现在为了要因应 整个全球暖化的问题 那克这种碳边境税 如果变成一个常态 或看起来已经是 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情况之下 整个物价又会进一步的上涨 那这个物价的上涨 我们不应该把它称为什么绿色通膨 因为这是你本来该富而未富 应该是把外部性内部化 而不是所谓的绿色通膨 因为如果这样子就把它称为绿色通膨的话 那劳工成本的增加 是不是要变成劳工通膨吗 我想这个是很多人不会同意的 只不过我们来谈这个中国经济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到底中国的经济会怎么走 其实也会跟Fed 它未来的一个升息会怎么走 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如果Fed再持续升息 但是中国又持续降息的话 就会使得美国跟中国的利差 持续扩大 那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的一个资金 更有诱因会往美国去移动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更不利中国的一个 整体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到底美国会不会持续的升息 那我想至少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于美国是不是会升息 大家都还有很多不同的讨论 是不是升息或升息到了尾声 我想最后还是要看联总会的决定 只不过一般而言 过去我们在谈这种中央银行的一个紧缩性货币政策 或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讨论 什么样的讨论呢 就是说当你一个国家 去增加你的货币供给 或印钞票的时候 那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去刺激投资 因为唯有当你的投资增加的时候 这个投资的增加 就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就业 那主要当然还是投资在 生产力的一个事业上 所谓具有生产力就是 我这个投资 未来可以增加更多的产出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知道 这个投资绝对不是我们一般谈的 股票的投资 或炒作房地产的投资 而是扎扎实实的 生产性的 具有生产力的投资 那所以我为了要降低利率 放出更多的现金 让大家持有现金的成本可以降低 刺激大家去增加需求 那增加需求的目的是为了要创造就业 所以这是一个取舍 一方面你印钞票的结果 有可能导致通膨物价上涨 二方面你印的钞票 你可以到一栋就业的上升 所以就业上升是好事 但是通膨是坏事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取舍 那同样的道理反过来 美国在从去年到今年为止 它是持续的去升息 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所以当它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就会使得投资的诱因就会降低 就会减少大家的投资 一旦减少投资 那事实上应该就会使得 美国的就业市场变得比较险峻 或者是就业的机会就会降低 失业率就会增加 可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整体美国的一个经济 到目前为止表现的 其实对多数的人而言 他们认为 整个美国的一个经济表现还是不错 并没有看到严重的这种 所谓失业率大幅上升的问题 所以到底美国经济会不会呈现软着陆 或根本就不会着陆 就会顺顺的过去 到目前还是很多的讨论 那也因为目前美国的经济数据 看起来表现还不错 才会引发大家的讨论说 到底还需不需要再升息 如果我们已经可以控制出 整个经济的一个颓势的时候 你再继续升息 有可能就真的会伤害经济的 所以这个是目前美国在 接下来年底的时候 升息决策上面 我想还是会再持续的争论的 那在中国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提到就是说 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 也因为这一个物价的上涨 而受到影响 那当这些国家都受到影响的时候 我想新兴国家 他们在这一个出口上面 可能也会面对到 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 台湾出口 或是台湾跟中国 台湾跟东南亚的一个厂商的合作 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随着这种欧盟 探边境的这种调整机制的实施 你从台湾外移到中国也好 外移到东南亚的国家也好 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的好处 我想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过去 我们可能为了劳动成本比较低 我们可能为了这一个 关税比较低 或甚至零关税 而会跑到其他国家去设厂 那因为关税低 而到外国去设厂 这个在文献上 我们通常称为 跳跃关税的外人 直接投资 当这一个欧盟开始 克这个探边境税的时候 那是不是你到这些国家去投资 还有这样的好处呢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来谈的 那探边境税 我们其实过去有讲过 我们很快再讲一下 探边境税的克制 主要就是要让许多的厂商 不要为了要规避 在欧盟缴纳探税 而到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去设厂 因为在过去没有这种探关税的情况之下 我到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去设厂 那我可以卖进去欧盟 我就不用再缴这种探关税 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知道 当你的探关税很低的时候 大概这些国家没有这种避税的诱因 但是如果你的探税很高 这些国家自然就会有避税的诱因 因此欧盟为了要避免这样子避税的一个行为 他就要加刻一个探边境税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国家 有排放一定的这个探量 你的国家没有对你收取这种相关的探税的话 那你到欧盟去就要缴 可是如果你国家 你的认证方式有获得欧盟的一个认定 那当然你在国家已经缴了税 你到欧盟去就不用再额外多缴一次税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思考的下一个问题是说 我现在到中国去投资 我到东南亚去投资 我是不是一样也要缴探关税 如果我必须要出口到欧洲的话 那你要缴这个探关税 你在越南的排探会比较少 还是你在中国的排探会比较少 那这个少的幅度 有没有办法抵消这种探关税带来的影响 这个是未来要思考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台湾未来的机会 因为在过去大家都向往到一些开发程度比较低 或者是正要成长 经济正要起飞的这些国家的时候 那其实许多人会思考的 就是希望可以享受这种比较低的关税 可是现在这种探关税一旦实施 虽然中国它有很多的绿电 但是不要忘了它有很多的绿电 绝对的量可能比其他国家多很多 但是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厂商 特别是它过去也有很多耗能的这种厂商 那一旦这种耗能的厂商持续生产的话 它当然也就会使得中国再多的绿电 可能也会不够用 好那即便中国的绿电是够多 相对台湾来讲多很多 但是中国当地 他们对于这种碳排的一个要求 是不是够严格 是不是足够 也是另外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中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一定会更大 所以在面对这整个碳边境的这种调整机制 即将实施的时候 我想也不要想到的全部都是 台湾的厂商会面临伤害 也有可能是台湾的厂商会得到一个机会 或台湾自己本身就会得到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台湾付关税虽然比较高 但是碳关税比较低 可是我到印尼去 我到印度去 我到东南亚国家去 我的关税好像会比较低 但是我的碳关税如果很高的话 你不见得是划算 特别是厂商在移动的过程里面 还是要付出相关的这些迁徙的成本 而这些成本其实也都蛮高的 因此在现在整个ESG的这种环境之下 我想欧盟这种碳边境的一个调整机制 其实对台湾的厂商而言 或许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机会 而不是永远都会是只有挑战 挑战当然会有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台湾有可能会拉近 跟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关税上的一个劣势 那对台湾的经济 对台湾的厂商可能会带来正面的注意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可以去思考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内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参与方时间 那我们节目也有在Podcast上面播出 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去收听 那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见